是誰? 這是什麼? 維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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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醉嗎? 你喝醉了嗎? 很好! 為什麼要喝維他命啊? 每天多愛一顆維他命 感冒的時候吃維他命C 想睡覺就是維他命B 平常吃綜合維他命 吃了讓你超健康 維他命一日一顆是對的嗎? 所必须要的营养 缺乏了某些重要的维生素 会导致人体新陈代谢的障碍 比如说如果缺乏了B12 容易导致贫血和神经的病变 缺乏叶酸 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和大脑的退化 如果缺乏了维生素D 容易导致骨子疏松 还有免疫失调 所有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都可以从食物中获得 只要吃的食物营养丰富又均衡 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人的消化与吸收的能力 会随着年纪而退化 补充获取的营养素也跟着减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适当地补充营养素 反而会是促进健康的方法之一 要睡就要吃维生素B 只要整个玻璃泡泡都没睡 非常需要保充带来 蛋姐 你没吃东西 免得吃维生素啦 什么 有这件事 因为我那是勘把吃维生素 我就会拿起脱头痛 所以你一定要吃东西 才可以吃维生素 鱼 要注意哦 维生素C和维生素B群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 餐前或餐后服用均可 但是滋溶性维生素A、D、E、K的吸收 比较缓慢 而且需要有油脂才能够吸收 所以最好是餐后服用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基本上一日服用一次即可 我吃完早餐了 可以给我维他命补充能量吗 当然可以啊 说一颗好小气哦 没两粒才能提神嘛 维他命只是两颗就过量 而且还伤身 在营养补充品上所标示的一颗一粒 多时无益的标签 其实是违反人体生理原则的 以维生素C来说好了 维生素C和维生素B群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 多次服用才是正确的方式 避免吸收不完全 而变成昂贵的尿液 但是滋溶性的维生素 A、D、E、K 吸收比较缓慢 基本上一日服用一次即可 由此关机 适度服用营养补充品 确实有其必要